白宮異見之綜合理國 歡迎收看白宮異見之綜合理國 我是張晶毅 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一期我是在晚上錄的一個視頻 我現在來的這個地方 是路易三納州的新奧爾良 新奧爾良這個城市 可以說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 在白天的時候這個城市 可以說是風情萬種 在晚上的時候也是相當的燈火繁華 但是在晚上的時候 還有一個說不上來的一個相當奇妙的氣氛 其實在稍早前 我在經過一個出租的地方的時候 我就注意到他的招牌 白天時我經過一個出租房 注意到廣告招牌下面特別寫著 這房子沒有鬧過鬼 我正趕到星期十 坐在一旁的當地大爺大媽主動攀談 說另一間房子是鬧鬼的 因為裡面住的是女屋 而且還是獲得認證的女屋 But I tell you what It's the dagger that is a real witch that runs that place She just left on a motorcycle She just left on a motorcycle She's a certified and dedicated She's the certified and dedicated Still alive? Yeah, she's alive OK,那邊?那邊? 她剛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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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可以做什麼? 她可以演出什麼? 我不知道,我不會再試一次 我不知道,我不會再等待 我怕了,你沒辦法 我們剛才跟一堆老夫婦聊到當地的巫婆之後 我們看到還有房子要出租了 然後這個房子要出租的這個公寓呢 下面還特別掛上了鬧鬼 我想他們當地人真的是很嚴肅對待這件事情 就這個房子有沒有鬧過鬼呢? 他們都要標示出來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也許新澳梁真的鬧鬼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這是一個商業的一個噱頭 不管怎麼說,新澳梁確實是一個 美國歷史上來說是一個歷史相當悠久的城市 而且是美國相當罕見的一個相當多元的一個城市 這裡呢,法國人指名過 西班牙人指名過 後來呢,是美國人統治著這片土地 那這個城市呢,其實也曾經決定了美國的歷史 怎麼一回事呢?請收看我這一期的白宮意見 並且跟我一起走下去看懂美國 綜合美國之新澳梁片呢,是在上週一1月3號播出的 那一起講的是新澳梁是如何兩度決定美國命運的 美國呢,如果不是兩度天降好運 掌控住新澳梁的話 今天的美國恐怕國土呢,就只有現在的四分之一 是個中等國家,成不了超級強權 想知道為何新澳梁的歷史重要性無與倫比的話 敬請回看喔! 那下一期的綜合美國呢,將去到一個 猶如美國基礎設施破敗縮影的城市 告訴你一兩百年前這城市的基礎設施是如何輝煌 為何進入現代卻像受了詛咒一般呢? 下一期啊,將在下週一1月17號播出 請關注白宮意見之綜合美國 一起現場看看美國的極限問題 感謝 請關注